安装音乐盒之前先把电池盖取下来 安装电池 电池安装好以后把后盖盖上 先把这两边的螺丝母松开拆卸下来 然后穿入彻叉两边的这个孔 穿入进去 螺丝母固定上 把这个对准这个车架前头这里 对准孔以后 螺丝从上往下穿 然后用这个大螺丝母固定 我们用这个扳手卡住这个螺丝母 卡住相对应的卡槽 然后我们用这个内溜工具拧上面 把它拧紧 一定要把这个螺丝拧紧拧到 拧不动就可以的 安装前车瓦 穿入相对应的孔里 车瓦对准相对应的孔以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小螺丝拧上固定 用这个螺丝刀拧紧 另外一边也要固定 用螺丝刀拧紧 安装前轮胎 两边的连接器对准前车叉 相对应的孔对准好 以后然后我们安装螺丝母 螺丝杆 一定要把这里的螺丝拧紧 拧到拧不动为止 我们来安装 后刹车 后刹车红色 上面有小脚压印朝上 这个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凸起 要对准车架 相对应的卡槽 对准 把这个车轴穿入轮胎里面 穿入车架里 用力拍一下 轮胎 用力往朝外拔一下 拔不来就是卡到位了 另外一边安装方法是一样的 对准相对应的卡槽 刹车 刹车朝下班是刹住的状态 是刹车 往上班是松开的 可以正常推行 脚踏板 先放下来 按住这个按钮 可以收折 安装座椅之前 我们先把这四个黑色的螺丝母拆下来 按住座椅两边的按钮 可以调节靠背的角度 座椅底座四个螺丝杆对准 车架 相对应的四个孔 对准以后 拧黑色的螺丝母 底座下面的四颗黑色的螺丝母 一定要用大力气凝解 一定要拧紧 底座下面这四个黑色螺丝 一定要定期检查是否有松动 坐垫下面 下面有四个黑色的小 小凸点 要对准座椅 相对应的小孔里 对准 按到底 把这个塞进这个座椅的孔里 按到底 安装靠背垫 后面的魔术贴打开 穿入靠背 座椅靠背 相对应的孔里 魔术贴 魔术贴固定 然后把安全带穿入 座椅靠背的相对应的孔里 坐垫 坐垫背 背面有这个 把这个穿入这个孔里 穿入在这个卡槽上 这样使坐垫更牢固一些 咱们的安全带是加长的 这里有这个调节扣 可以调节长短的 安装护栏 对准座椅两边的孔 穿入 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防滑袋 这里有这个按扣 是可以调节长短的 坐椅是可以调节角度的 安装后推杆的时候 我们手托住一点转向杆 转向杆 两边有那个相对应的卡槽 对准 按住两边的盘扣 可以把推杆转一下 弹扣弹出来 红色的往上扳 是防止推杆脱落的 推杆上半截 这个弹豆炒后 按住这个弹扣 往下压推杆 这三个档位 是调节高低的 最上面这个是最高档位 调节好以后 把这个白色快拆锁 扭紧 水杯框这里有卡槽 水杯支架前后都有这个卡槽 前后都可以挂 转向式带有挂钩的 穿入这个孔里 穿入的时候可以把角度 倾斜一点 转向式后面这个螺丝 先拆 螺丝母先拆下来 前后的螺丝母可以先松开 转向杆这里有三个孔 把这个定位环插入最外面这个孔里 这个定位环是用来调节前车把和后退杆 方向是否一致的 这个定位环可以来回挪动 前后车把调节已至以后 然后再把这两面的螺丝母 紧紧夹住中间的定位环 前车把和后退杆调节已至以后 然后我们把这里的螺丝母锁紧 用扳手对准相对应的卡槽 一定要用扳手紧紧锁紧 戴蓝色边这个螺丝母是防滑的 把它对准卡槽 拧紧两扣就可以 这个螺丝母固定到下面这个定位环上 把这个螺丝母 拧进去 这个是防滑螺丝母比较难拧 一定要对准卡槽 它可以凉减 这个螺丝扬进去以后是不会掉的 它是防滑螺丝母 安装后车瓦之前 先把后车框两边的四颗小螺丝拆下来 后车瓦后车瓦这里有两个卡槽孔 对准后车瓦后 卡到底以后我们把这个小螺丝拧上 然后用螺丝拧上 另一边安装方法是一样的 安装完以后 海豚碗两个小眼睛是超前的 安装后车瓦后车瓦之前 车瓦 车瓦是可以多档调节的 衝斩以后把两边的支架用手拉一下 前后拉一下就衝斩了 隐藏式这样连在车棚冒吟下面 上面有这个绑的地方绑在护栏上 这样连可以绑在护栏两边 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收纳起来 前车瓦是可以朝前折叠的 按住两边的按钮朝下折 座椅下面有一个红色按钮 直接往里推另一边手旋转座椅 座椅两边的按钮按进去 可以调节座椅的角度 这里可以调节的 下面有一个隐藏式的角托 使用的时候朝外拉 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推进去 它是隐藏式的 很方便